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画面上各位已经看到主讲人Dona 她已经准备好了 要做今天晚上的一个分享 那有关她个人的一些介绍 我这边就先不重复 不过我想各位都知道 就是说今天Dona她要分享的 除了她个人在乌特勒斯大学 就读这个数据科学硕士课程的 这一个部分之外 当然了她在荷兰 也有很丰富的工作的经验 再加上甚至还有再去找 她觉得更理想的一些工作单位 那我猜想 我认为她在这个所谓的 在荷兰找工作的这方面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应该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当然大家应该也会非常好奇 想知道就是说Dona 她如何把从在台湾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验 然后转换到荷兰的学习 再到她目前做的这些 很专业的这些工作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很多问题 想问她 那当然各位也不要忘了 因为她就读的这个乌特勒斯大学 都是其实是真的是大家公认的荷兰 最顶尖的这个研究型大学 那刚刚我在跟Dona聊天的时候 她也说这个乌特勒斯这个地方 让她住的都不想离开了 对 宁愿通车去Briseland 没有错 所以我现在就是 就是今天晚上呢 我觉得除了Dona分享的这一些 我们在上面这些主题之外 如果参加的同学 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不要错过今天晚上这个机会 那我今天就把这一个 剩下来的时间 还有分享 还有主持都全部交给Dona Dona就麻烦你 好 就大家好 或大家晚安 我们现在这边其实是下午 然后今天很难得天气还算可以 那我就是想分享一下 我在荷兰念书还有生活 还有工作的经验 今天大概会讲说 为什么会选UU 然后为什么会选ADS ADS就是 它的全名叫Apply Data Science 所以它是比较偏应用的Data Science 然后为什么选这个program 然后接下来会讲一下 我在荷兰的一些生活 还有学习的经验 最后就是提到说 如果身为一个Data相关的专业人士 那在荷兰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经验 然后怎么样可以在荷兰过得更顺遂呢 好 那我们就先讲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UU 其实我那时候在选 我来就是在台湾念完学试毕业之后 我其实在台湾已经工作了差不多五年吧 然后后来就觉得可以再更进一步 念一个硕士 然后我也很想体验一下国外的生活 那我是怎么决定说要选哪一个学校 那个时候其实最大的考量是 我想要住在一个我很喜欢的城市 因为我觉得生活在 不管你是做什么不管是念书还是工作 我觉得可以生活在一个 你很喜欢的城市是很棒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我可以 就我选的学校跟我自己在 不管是工作上或是在一些理念上的追求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那时候看下来的话 我就觉得其实我当初除了荷兰之外 还有包含北欧的一些学校 但是就像我刚刚提的 我已经在台湾算是 而且我有在研究圈有待过一阵子 所以我会觉得一年的学习 对我来说其实是足够的 就我不太会再考量说 要念两年或是更久这样子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欧洲的硕士的课程设计 它其实偏向说 如果你是念两年的话 它其实比较 就是如果你在学术型的环境的话 它其实比较扎实 那会甚至会有期待你之后 要往博士班那边发展的 就是期待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考量下来说 那当时没有很想念博士班 然后也觉得一年让我对于荷兰 然后让我对于欧洲 在Data Science这边的应用 可以有一些了解 那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接着我就想马上继续回到职场工作这样子 那我中间有放了两个小小的点 当时为什么那么喜欢UU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合作环境的 那其实大家在台湾可能 台湾有时候比较强调独立作业吧 而且加上如果你是偏工程背景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是 好像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 但其实在荷兰这边 即使你是工程师 其实还是会蛮希望你是有sharing 然后一起合作的 这样的氛围跟概念的 所以像UU其实蛮强调 它的science就是跟某些名校的概念 比较不一样 某些名校概念 它可能就是强调说我要顶尖 然后我要发展出最好的技术 可是UU的概念比较是说 我们一起发展 就是我们一起发展出更好的方式 然后去塑造更好的未来的这个概念 然后他们比较强调 真的就是比较是合作的方式 然后这张照片是我最近 前几周去划船 就是趁天气好了 就赶快再去运河那边划一次船 然后也是在乌特的市中心的附近 那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虽然其实在学校的网站上 都可以看得到这个课程是怎么样 但我还是在这边简单说明一下 它其实大概就是分 其实简单就是分三个阶段 虽然这边列了四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必修课 所以你在必修 它总共一年就拆成四个block 所以你在第一个block 你一定要修过 因为你第一个一旦没有修过的话 你后面就会很麻烦 会有党修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block 它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处理data 那它其实这边大家如果对data 有点概念的话 通常都会好奇说 那里面是学什么语言 其实因为你在这边 其实分工很细没错 但是同时你也要了解一下 其他的 譬如说如果你是走data science 可能你也要了解一下说 data engineering稍微在做一些什么 所以其实它的语言 不会只限定在一种 所以你要稍微知道说 譬如说你要用data base 那你就需要用到SQL 所以学校其实会在初期 会让你上一些SQL 那接下来的话 应用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python跟R 有时候会交错这样子 那其实三个都算是 你要学习的范围之内 就是都是要学的这样子 那所以第一个必修课的话 就是让你了解说 data然后database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你在处理data的时候 要考量哪些问题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选修课 那这边要比较注意的一点是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是2022年到2023年就读的 所以如果我这边提 我这边会提供一些资讯 那其实我觉得最保险 最安全的方式是 如果你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 就写情问系上 其实系上的老师 都蛮愿意回答的 或是问一下正在 或是今年正在读的同学或什么 但我自己觉得 依我过往跟系上沟通的经验 我自己觉得蛮好的 所以其实可以直接问系上 那回到我们的那个选修课的部分 选修课列了很多领域 然后我记得印象中 block 2你要选两门 block 3你要选两门 然后这两门 其实就是 他其实 对 他上面列了说 他的那个课会落在是 health science 然后落在经济 落在地球科学 落在一些比较社科 或是媒体研究里面 但不代表说 你选了媒体研究 你就是走这个track 就是学习没有track的这个概念 你就是修课而已 这样子 也不太会影响到 后面的什么一些状况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考量很多 比如说 像我以前是 health science 背景 然后我就不太会再选 health science 因为其实我有看过里面的课纲 就跟我过往学习的 重复性实在太高了 那我不觉得我在 我会需要再 有这样的 就不太需要再花时间 在这方面上面 所以我当时是选了那个 media跟social science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考量是你的兴趣 或者是你可以考量说 你未来想要往哪一个 domain发展 因为其实在data里面 你如果不是走比较 hardcore的那种 coding的路线的话 你的domain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说 你比如说你真的很想要往 地球科学那边发展 那这个program的选修课 其实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开始 学一些怎么样去运用 geoscience的data 那你以后 比如说你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强调说 我在这个program里面 做了怎么样的project 然后我会什么样的技能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优势这样子 那第三个它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讲一间大学 也是有那种必修课 就是有点像通试 类似通试教育 那它里面其实它 它其实还蛮好玩的 它每周会请一些 在运用data 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的人 回来演讲 然后就分享他们 现在在业界啊 或是分享一下 他们对于data 在比较道德 ethical方面的应用 他们的观念是什么 这样子 那最后一关就是论文 我那个时候 修课的时候 他们论文是他会 他的主题其实是定好的 你没有机会自己 跟老师说 我想做这个 就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是一年嘛 跟两年的不太一样 两年的可能会要求你说 你要想一下 你要做什么 一年没有那个时间 让你做这种事情 所以它其实主题 都是定好的 那有一部分 它其实是会跟校外的公司合作 例如说NPO 然后例如说KOM 那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有信 它因为它有时候 你有跟外面的公司合作 它就是有点类似像半时期 它不是真的时期 但是某种程度 有点类似像时期的效果 这样子 那如果你过去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那或许你可以优先考量说 你是不是要往这个 有跟公司合作的部分 把它排在优先顺序的前面 因为它给你一串论文的主题 然后它印象中 它会叫你选10个吗 然后它会叫你列优先顺序 然后接着系上 会用一个演算法去跑 然后做一个配对 所以最后你就会被配对到 他们觉得你最适合的那个主题 我不确定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子 那就大家可以再跟系上确认一下 至少我念书的时候是这样子 然后下面我有附那个网址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然后上面其实有提供很多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看了课纲 其实还是很不确定 是不是喜欢这个系 然后我有提供这个连结 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说 我们论文到底做了哪一些主题这样子 那这边给大家的一个 我那时候在学习下来的一些感受 就是我感受到这个系着重在的地方是 对你会学到很多很基础的知识 然后一些很基础的holding的能力 但其实它更强调的是 你要怎么样在比较好 然后比较道德 比较环保的方式去运用 这个是这个program很注重的 它是会比较注重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能力 运用data science去解决社会上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一个小提醒 如果你是很追求说那种 我就是想要很会变得很会coding 然后变得很会很懂资料结构 很懂一些database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考虑学校好像有另外开一个纯data science 两年的就不适合这个 这个比较强调的是应用这样子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很棒 因为我已经有一些基础了 然后我其实是更好奇是他们怎么样运用data在各个领域里面 这样子 在就读一年之后下来 我自己有一些感受是说 如果在就读之前 你可以知道有一些tips是可以帮助你 在学习上面是会比较顺利的 例如说如果 因为其实一年的时间 你要学会一些这么多基础的data science 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 然后像第一个block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周上课五天嘛 我印象中我们有三天是要上全天的课 基本上可能就是从十点一路上到下午五点这样子 然后再来剩下半天是听那个分享 那每周五都是要考试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那三天上完课之后 其实你要保留一天要写作业 因为每周都有作业 然后那个作业也不是你写一两个小时就写得完的 然后所以你有一天要来写作业 然后还剩下半天要来听那个通试课 然后剩下的半天是要来考试 所以其实第一个block是会是全满的 所以我会觉得在步调这么快 然后你要大量吸收这些知识的情况下 如果你来之前已经有一些 我没有说要懂很多 但是你已经有一些基础的 data分析的一些知识的话 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你比较不会说上课老师开始讲一些terms 你好像完全不知所措 然后加上你刚来 然后我们长期是在听中文的环境 你现在突然整堂课50分钟都在讲英文 而且他们的速度就是一般的语速 不会有人放慢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第一个block比较不需要 可是你第二个第三个block 你除了分析资料之外 你要深层是一个报告 告诉老师说你分析出来什么结果 所以除了你的城市码要 就是稍微要懂一下城市码要什么编排 就不要乱七八糟 那些城市的那个干净程度要知道之外 再来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是台湾学生 如果你在台湾只念了学试的话 你后续没有一些研究的经验的话 你会比较缺乏的是那个Academia Writing的部分 就是学术写作的部分 因为在这边他们直接就是让你写 因为他们讲 因为他们在 如果你是在这边念书的话 他们大学都做过学术写作的部分了 所以在数字班 他们不会特别重新教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你之前就有的技能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技能的话 会建议你就是稍微看一下 学术写作的架构要怎么做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小组作业的时候 的确有遇到同学 其实不一定是台湾同学 有可能是欧洲同学 然后他早期是念那种应用科学 或是他就是念那种纯工程的 那纯工程的比较不需要用到学术写作 他们就是写程式码 然后采一个技术报告就这样子 然后所以你会遇到 他就是遇到一些同学 他可能就是不太懂说 学术写作的特定架构 那个会列在你的评分里面 所以这个不太能忽视 因为你如果没有照那个架构写 例如说你不知道怎么site文献 然后你的introduction写的乱七八糟 你的分数会很低 你可能会不会老师要求你要重写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那个选修领域里面 有经济有social science 大概有media 大概就猜到说 对 data analysis是一环而已 你还会需要有其他分析的技能在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在这边 至少我们的program 没有什么太多独立作业的机会 考试是独立就个人 就考试是个人没错 可是大部分的作业 因为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有一定的量 所以其实是 你会需要很大量的团队合作 基本上我连论文 其实都会牵涉到一些团队合作 所以在这边小组的讨论 小组的作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上课的方式也是一项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边 我自己觉得要有最好最好的学习体验 是你事前就一定要先 老师其实都会开paper 然后开一些书单 你事前就要念 因为上课 其实老师就是直接开始 就会点同学问说 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是什么吗 然后你可以想 你可以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概念是这样子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都没有准备的话 其实你上课会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老师点到你会特别尴尬 然后加上我们是亚洲联老师 通常都会记得你 所以你每次就会在那边 就会显得非常尴尬 然后所以会觉得就事前的准备 然后在上课上 在上课跟小组讨论的时候 多讨论一点点 就是多参与一点讨论 其实是可以让你在荷兰 有最好最好的学习体验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 其实荷兰的文化就是蛮喜欢你分享意见 他们不太会一开始就很批判的说 你讲的那个是错的 你讲的那个是怎样 他们可能会讲说 我有其他的想法 或是我不这么认为 你比较不会被像直接打脸说 我觉得你讲的是错的 就我至少我在从工作上课 一路到现在 没有老师 没有同事 或是没有主管 跟我直接讲说 你讲的是错的 这种话 大家都 大家不认同你 或是有其他想法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提他们的想法 或是他们就讲说 我认为其实可能是怎样怎样 你讲的可能部分是 部分是对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 可能有一点点落差这样子 不会有人像台湾 在台湾有时候比较直接 我觉得就是讲说 你讲那不对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在这边 其实你可以很放心的 就讲出你的意见 这个是我觉得在开始 就是你如果最后决定要来了 然后在开始上课之前 可以做的一些准备 会在学习上 你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你不会觉得说 好像刚来要适应好多事情 然后不知所措 然后一下来 然后每周开始要考试 你就被逼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是课程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分享一下 我在荷兰学习的经验 跟生活的一些经验 刚刚就有提到说 discussion是讨论是 整个荷兰学习 我觉得不只是学习 等你开始工作之后 你也会发现 他们真的很喜欢讨论 有时候无从无尽的讨论 然后但是讨论是 他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 而且他们很喜欢 听每个人的意见 当你没有意见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有点没有存在 然后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都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子 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说 是不好的印象 所以其实在这边 即使你跟别人的意见相同 一样的想法 你还是可以表达出来 你为什么想得跟他一样 你还是可以很勇于表达这样子 然后如果他们 有些荷兰的同学 或是其他国际生会认为说 如果在小组的讨论中 你没有发表意见 代表你没有贡献 就是不像以前 我们有时候就不讲话 然后我做其他事情 好像也可以 但他们在这边 有些人的概念是说 如果你没有发表意见的话 其实你在整个的参与度 跟贡献度 他们会觉得是偏低的 然后第二点 刚刚我也有提到 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包含你之后工作 至少我的工作形态 即使我是data相关的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个概念说 我是不是只要自己写程式 然后自己把资料分析好就好 不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可能至少六成的时间 我还是要跟其他人合作 所以其实在这边团队合作 是一个蛮重要 蛮重要的部分的 然后我自己在 不管是从学习 然后再跟到工作 我自己一直都感受到说 这边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ed 就是一个 算是大家心胸普遍都非常开阔 然后在我感受上是 你可以感受到 百分之百心理的那种安全 是你可以好好表达你的意见 然后整个环境 也是鼓励你去分享你的意见 就不太会有人笑你啦 就你问问 你在课堂上问问题 也不太会有人笑你 然后这边也可以顺便提一下 英文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就是刚来 可能你来久了之后 你因为你每天听英文 你每天讲英文 你可能就越来越上手 你刚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担心说 我有没有口音 我自己有没有讲错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欧洲这个地 就是尤其是在欧盟这一带 除了英国人之外 没有人的英文 是他们的母语 大家的母语 就自己国家 西班牙文 荷兰文 丹麦文 就是大家都不是英文母语者 所以他们对于英文的包容 就是那种包容程度 我就稍微高一点点 我觉得比较友善 所以其实你就大方的讲吧 然后老师真的听不懂 同学真的听不懂 那其实老师其实都会在说 你可以再解释一下 哪一个部分吗 或是同学如果真的不确定 大家就会跟你说 你刚刚那个 你讲的那个部分 你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不会有人直接笑你说 你的口音不行 你用字错了 不会有人这样子讲你啦 大家一定是想 因为大家想的是说 我要回答你的问题 我要解决你的问题 我要跟你沟通 所以大家一定是先跟你确认说 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次 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这边 大家不用 先不用太担心说 当然你后来 你一定是要把英文练得好的 因为你如果长期 沟通不是很顺的话 我觉得那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试 然后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 我觉得他们的包容度 是很高的这样子 然后再来 你在这边走 你一定会发现 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口音 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边 我自己感受到的经验 就是讨论 然后团队合作 跟在表达意见方面 是在荷兰的学习经验里面 是非常重要 我自己也觉得很宝贵 是很棒很棒的经验 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下 荷兰生活的部分 那大家应该都有 听说荷兰的食物 那所以你来之后 你的午餐 就不是像台湾的那种本东 就不是台湾那种便当 有什么鸡腿便当 炸猪排便当 没有那种东西 你的午餐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那个面包 然后大家有看到吗 里面有夹起司 然后他们蛮爱吃水果 而且他们这边有苹果园嘛 所以像现在其实是秋收 他们现在的苹果非常好吃 这个季节很适合吃他们的苹果 然后所以就配个水果 然后香蕉就是进口的 香蕉也常看到 然后那个面包里面 就是夹他们非常 左边那个不是 右边那个 你看到比较深黄色 那个就是他们的起司 就是这边的荷兰起司 然后再配一下 他们最爱的柳橙汁 这是他们最典型的荷兰午餐 所以我自己上学跟工作的地方 我是没有看过微波炉 印象中我没有看过微波炉 这种东西 所以如果你不太能接受 这样的午餐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下办法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我自己蛮喜欢的 因为他们吃午餐 大概就是花个半小时左右 有时候跟同事 叙旧就聊久一点点 或是跟同学就稍微吃久一点 大概聊个半小时 到一个小时之间 然后你就回去工作嘛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午餐是 就比较轻松嘛 就是比较简单 就不会像吃完台湾那种便当 然后你就觉得 整个昏昏沉沉 有点像food coma那种概念 就吃荷兰的午餐 你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你就是吃完之后 可能像我在喝个咖啡 你又可以回去 很有精神的工作这样子 对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吃的啦 所以就看 你稍微要有点概念 他们的午餐会是长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习惯要吃别的午餐的话 就自己想办法 但是就待久了 你还是会很想念亚洲菜 所以其实久久还是会去找 你就会发现台湾人 就是台湾人都有特别的 我有发现就是各个民族 好像不太一样 像亚洲人其实普遍算蛮懂吃的 但台湾人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特别爱吃 然后也特别贪吃 所以台湾人的群组里面 大概不知道 可能80%的时间 都是在讨论吃的吧 就大家很热情 都会分享说哪一间好吃 然后哪一间好吃 所以就记得 你要记得要加 你在生活的那一区 比如说你生活在阿姆斯特 你生活在乌特 你就记得夹到那个LINE群组里面 那个住 你住那一区的LINE群组里面 然后你就会知道 就台湾人会很热情 告诉你说 哪里有好吃的亚洲菜 哪里有好吃的台湾菜 刚刚提完吃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生活上可能会是长怎么样子呢 这两张照片都是 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拍的 我没有拍那种冬天很凄凉的 因为那真的有点悲惨 所以我就是拍 夏秋天气比较舒服 像左边就是夏天的时候 天气很好 你就可以看到运河 那这边其实大家天气好 像因为台湾的太阳有点毒 而且台湾的太阳 是有点会致癌等级的 所以你不太有机会说 什么现在太阳好大 太阳真好 然后天气真好 你跟朋友坐在公园 或是跟朋友坐在马路边聊天 这种事情 不太可能会热死 可是因为欧洲的太阳 加上那个地球倾斜角度的关系 所以这边太阳 即使是那种 25度26度这样晒下来 你可能觉得还是很舒服 所以大家就很习惯 会坐在运河边 就吃着你的面包 吃着你的三明治 然后跟你的朋友聊天 有时候夏天就买个啤酒 就坐在运河边聊天这样子 其实蛮舒服的 然后那个风 有时候风吹来也蛮舒服的 天气好的时候 生活就是如此美好 然后 我生活两 我在荷兰大概生活两年多了 都基本上都生活在乌特这个城市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荷兰也是 至早乌特啦 是一个艺文活动 非常 算是非常新郑的地方吧 像他们就会有那种露天电影院啦 然后其实蛮舒服的 然后他们真的很喜欢户外 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 冬天一来就没有机会 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大家就一定是往户外挤 然后吃饭也要做外面啊 然后也有户外的电影啊 就是什么样的活动 都尽量办在户外 然后乌特其实有蛮多 艺术活动的 例如说九月他刚结束一个 那种像文学记 他有点像国际文学记 他就是会请欧美 比较有名的作家来演讲 然后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票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活动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我记得 荷兰的独立电影节 也是办在乌特 所以我不知道结束美 最近应该还有吧 然后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一下 但是我也建议 就是因为是独立电影节 然后他其实是推 就是强调荷兰文化 其实都是荷兰的电影 所以我自己去看过 你如果是看那种 比较简单的短片的话 你至少要有A2 就荷兰文至少要到A2的能力 你才可以稍微懂 如果是长片的话 你就要更高解 可能要B2或是 可能至少要B2吧 不知道 反正就是短片的话 我会建议你至少要A2 你才能稍微享受一下 就乌特的活动其实蛮多的 就户外啊 然后刚也有给大家看那个划船嘛 然后再就是骑脚踏车 然后艺文活动也蛮多的 所以我很喜欢喜欢这个城市 就是动跟进都有 再来就是荷兰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自己觉得台湾人 普遍应该适应蛮好的吧 就是脚踏车算是 在台湾的文化里面也算是常见 所以其实来这边 你就是就骑脚踏车 因为其实因为有些地方 你会发现 譬如说你要去某一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说 公车每站都会停 然后电车可能就停在 你还要走一大段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间 有时候你常常要看去一个地方 骑脚踏车12分钟 搭公车39分钟 搭公车至少要半小时之类 你就会毫不犹豫 尤其是天气特别好 你真的就是毫不犹豫 就是骑脚踏车 所以就是建议你啊 就是来这边 就好好享受一下脚踏车文化 如果你没有特别排斥运动的话 然后脚踏车这边 我要提醒一下 乌特算是 乌特的人骑脚踏车 算是偏友善的 如果你在阿姆斯特丹看过 那边的人骑脚踏车的话 你会觉得乌特人非常友善 所以我会建议来之前 稍微熟悉一下 那个脚踏车的那个路线跟 就是来之后啦 稍微看一下脚踏车路线 至少要分得清楚 哪边是脚踏车到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路标 稍微要会看 因为有时候你骑 就像骑车嘛 然后大家速度都有 有一点速度 所以有时候你稍微 可能不小心的话 可能就会小追撞 就小心一点啦 骑脚踏车 这方面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其实 大家速度都蛮快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荷兰人转弯都没有在结束的 所以自己稍微要注意一下 但骑久你就知道 譬如说哪个路口 我要看哪一个方向 哪个路口你知道 可能会有奇怪的人 从奇怪的地方冲出来 然后你自己也要观察一下 就是有些 就是你刚来 大家都是新手 但你骑久就上手 但是有些新手比较不会 然后你可能 我建议就是要跟他保持一段 你要嘛就超车 要嘛就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不然有时候你会被他吓到 所以脚踏车还是 我觉得脚踏车很棒 但有些还是要注意一下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脚踏车有一些小规则 譬如说警察会抓 就是譬如说晚上不开灯 你脚踏车要开前后灯 警察会抓 然后照理来说 你边骑脚踏车 是不能边画手机的 所以如果你要嘛就装支架 但是他们会偷支架 所以支架可能还要 要嘛就锁死 要嘛就买那种可拆式 因为他们会偷东西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你要怎么样 就是查地图或什么的话 因为有时候被抓到 有时候你打一下 国际学生的牌 他还会让你这样 打哈哈过去 但有时候我不知道 有时候运气没那么好 你就被罚钱了 所以自己还是小心一下 脚踏车的规则 但我觉得就 这边你必须一定要 有一台脚踏车 再来就是大家 对荷兰人算是 英语极度友善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感受了 在乌特至少 大家看到我 不管我去买东西 或什么 没有人看到 我是先讲英文的 所有人看到 我都是先讲荷兰文 我猜其他人 住乌特大概也是 类似的概念吧 因为这边是第四大城 是大没错 但是没有像其他 譬如说 没有像其他那种 Rostan那代 这么多expect 所以我觉得这边 其实还是日常 你还是听得到 很多荷兰文 所以我蛮强 就强烈建议的 因为我刚忘记提到 像我们班 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 我们班有六成 还是七成 都是荷兰人 所以你在小组作业的时候 一定遇得到荷兰人 所以这个蛮棒的 就是你可以蛮体验一下 跟荷兰人合作的感觉 是什么 你喜不喜欢这样子 然后你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到 从这么科学 就是这么应用科学的 而且是Data Science的 Program 还这么多荷兰人 你就大概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城市其实就是蛮荷兰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觉得懂一些荷兰文 你看得懂Sign 然后你也听得懂 火车里面在广播什么 因为有时候发生一些小状况的时候 你还要喘头问一下旁边的荷兰人 请他翻译给你听 他们会 他们会 但你不会觉得就自己听得懂 是很棒 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吗 然后你终于就是有时候 你会开始一些简单沟通之后 你终于不用再跟人家说 不好意思可以换成英文吗 就再也不用讲这种话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学一下荷兰文 还蛮好的这样子 好 那刚刚是生活跟学习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 大家应该也是蛮想知道 因为有一部分人来这边 是希望未来就是要留在这边工作 那所以其实大家想知道说 如果你身为一个Data专业的人 在荷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 好 那要怎么样 可以顺利拿到一个Data的position 在这个地方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可能会好奇问我说 那有机会实习吗 我觉得如果你选了我们的program 你实习的机会非常非常低 因为那个太多 就是课业压力很大 太多事情要做 然后这边实习都会至少要求 你要32小时 就是你每周要去32小时 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有点像正直了 所以在我们系基本上 至少国际生 我没有听到在实习的 所以你如果很希望 你过去在台湾没有工作经验 你希望你来这边硕制 可以当一个实习经验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 你可能是不是要看一下 其他的program 因为我知道我们在 就是在我们班上 念就是没有办法 在一年念完的都是荷兰人 因为他可能有其他part time的工作 他可以拉成两年 但那是因为他可以缴荷兰学费 你在这边要缴国际生学费 你没有那么多钱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真的需要实习经验的话 你就要考量 你是不是要选这个系 然后再来就是 要定时去update一下你的CV 因为有时候你在工作的当下 你会记得说 我做了这个project 我贡献了什么 我讨论了什么 但有时候工作时间一长 你会细节很多细节就会漏掉 所以你可能就是 可能工作每三个月 或是每半年 你就稍微笔记一下说 我现在做了什么专案 我学到什么 我现在技能 比如说我的python 现在又会了什么library 我又会了什么model 你就稍微记一下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对 大家都会跟你讲说 这边data很好找工作 或什么的 对 看你跟谁比 你跟那种人文科系 对 你是很好找工作 没错 但是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好找 因为他专业分很细 所以你在投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有用一个方法是说 你可以大概看到 有好几类的分析师 那你可以都试一下 等你试个几个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有一些职务 你是很容易进到第一关 很容易就过第一关的 有一些职务是你根本 连CV那一关都过不了 你就 之后你就可以做一下笔记 说这个是不是就要扫头 不要花那么多心思 因为你还是要 你有一个general的CV 没错 但你还是要针对职务 做一点修改 所以你真的 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你做个实验 就譬如说 譬如说 我以前的经验跟product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当我每次做那种product related的data职位的时候 我一定被刷 基本上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然后我就知道说 那个我真的就不用再投 浪费时间 那你自己就要观察一下说 哪一个是你最容易过第一关的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UU有那个career service 其实你毕业之后 你还是可以用 所以我毕业一年了 那我还是有时候需要练面试 或是有些问题的时候 我还是会拿着我的东西 回去找他们 就预约就好了 然后就跟他们讲一下 你要讨论什么 这样 我觉得还蛮有帮助 而且他们给的feedback 是蛮棒的 所以包含 譬如说 有一些比较务实层面 譬如说你要怎么样 去谈合约 你已经到你后面了 这个比较没有人在教你 你要怎么样去谈你的packages 你要怎么样谈你的benefit 就 你可以回去问一下学校 要怎么做这样子 所以 请善用这个功能 我觉得非常好用 然后再来就是 大家比较少考量的是 你自己可能要考量 设一个平准点 说你开 譬如说你 毕业 有些人可以很顺利嘛 毕业前就开始找工作 然后就顺利就接上 有些人就没有那么顺利 他可能 还要再多花点时间 于是我们就开了search year 那开了search year之后 你就开始找 那 再顺利一点 就两三个月就找到了 那你可能要设一下平准点 就说 我找了半年了 我都还没有结果 你可能就要看一下说 你是 哪一个环节之后 出了问题 然后 在search year的 的条件下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考虑新创 这个就是我的方式 因为 我不想要花太多时间 在那边找工作 我那时候 一拿到新创offer 我就去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 在这边有荷兰经验 是最好的 因为 台湾经验 对我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听起来很多 但不是每一间公司 都把那五年算进去了 有些公司就觉得 你在荷兰没有经验 你就是零 有些会觉得说 你这个工作经验 很棒 那看起来跟我们 也有点关系 我把你算进来 譬如说你那个两年好了 你可能 他觉得你是在台湾 不算两年 算一年好了 之类的 有些人会用这种方式 但会有不少 尤其是那种非常大的公司 他可能就 想要很有经验 他就把你当零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在新创 累积一些经验 再跳下一个 是很好的一部分 而且通常新创 因为大家比较有福利 人非常非常的友善 我在那边其实是 我觉得那个新创 让我作为一个 开始荷兰 植牙的第一关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因为我遇到非常棒的同事 然后很好的主管 然后又学习到了很多 很多的技能 所以我觉得 那个开始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新创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天正 他们可以聘外国人 所以 其实当初 他们有跟我谈这部分 但后来发生一些事情 我们就没有继续了 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 在那个新创 比较顺利的话 其实你有机会 跟他谈后续的签证 所以他其实还是 可以帮你办签证 他不是高级助理命线 但他可以让你留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 可以跟他谈的 所以就 不要放弃新创 这个选择这样子 然后稍微讲一下 那个荷兰 这边面试的过程 通常开始之前 就是会有一个 HR screening 可能打电话 可能视讯 就是确认一下说 譬如说 像我可能就是一个 算是中阶的职位 确认说他们 骑不骑得骑我 确认说他们 有没有开Visa 然后确认说他们 还有确认 你有没有在CV上 说谎之类的事情 所以screen 那screening完之后 确认你都没有问题 那他们也 在后续的行政程序上 是可以聘你这个人的话 他们就会 因为我是那个 Data职位 他们就会进入到 Technical Run 就是考一些 比如说可能Case Study 或是考一些技术观 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接着就是技术也没问题 那他们就要确认说 我喜不喜欢你这个人 这个team可不可以合作 你是不是跟这个team 是可以一起合作这样子 然后如果一切都没问题 你就会拿到offer这样子 这个是最简单的啦 那中间可能就是有时候 team check 可能会有两次 或是technical run 比较辛苦 你可能要做不一样的technical run 两次之类的 那最基本的就流程会是长这样子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观察到 就是包含我搜寻职缺 还有自己现在实际的工作经验 我观察到 如果你希望在 这边有个比较顺的 那个Data的职业的话 云端的经验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你是AWS 还是那个Microsoft的Azure 有云端的经验蛮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以前没有 在公司没有办法有这个经验 那其实Azure跟AWS 都有线上的课程 你可以去拿证招 就稍微知道一下在干嘛 你这样也可以 对你没有经验 但是你可以更有证据说服他说 你其实有概念 那我上手有机会比较快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是走比较应用的Data端 我们不是走比较 就是纯软的那个程式的那一部分 所以你的Domain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以前基本上 你的Project做在哪个领域 你未来就比较容易找到 那个领域的工作 这个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所以你在Domain的部分 你可能也要想一下 包含我刚刚前面听到说 你如果以前 譬如说你以前没有media的经验 你现在突然好想要有 进media的机会 你是不是在选修课程 你就至少要选一门 media的课程 以后你才有机会 说服 那个HR说 说服你的未来的主管说 我以前做过什么 我是有能力 我有潜力去完成这个领域的部分 这样子 然后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那个 初阶职位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所以 如果你在台湾以前已经有一些经验 或是你在这边可以在 在Project上多累积一些经验是好的 所以经验部分就是要想办法 不管你是自己接案 自己做一些side project 都可以 或是你在台湾就有工作经验 也可以 所以我自己觉得有一些工作经验 在这边开始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然后 再来就是 就是data scientist的部分是 你在找职业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发现 基本上大家期待的data scientist 都是要有三到五年的经验 junior的data scientist 非常非常少 因为本身这个职位 你在里面的工作内容就是ML 然后一些 NLP什么之类的 那些都是比较技术端 就是比较高阶技术 我会觉得 然后所以其实junior职位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如果就是有个执念 说我一定要当data scientist的这种人 就会很挑战 机会非常少 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有一个另外的解法 至少是我自己现在的解法 是我就会考量data analysis的职位 就是data analyst 然后但是我在面试的时候 我一定会问说 你们现在有在做一些data science project吗 或是未来有想要做吗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说 因为我的program是这个 我有data science的skill 那如果其实公司有兴趣的话 你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加分项 就是你虽然做了data analyst 但是你同时带了一个data science的skill 进来 然后未来他们也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方向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加分的 所以不一定要死守在data scientist 那个职位我觉得 因为你会很辛苦很辛苦 有时候换一个方向 然后问一下公司说 你们有没有未来 有没有意愿发展 这个我猜大 我现在问到的公司大部分都有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让主管知道说 你以后也可以贡献在这个project 以后或是在团队的 在team media的时候 你都会听到别人在干嘛 如果你听到有兴趣的 然后他是在做data science 你就可以跟他说 跟主管讨论说 你是不是也可以加入那个专案这样子 好 就我也讲了很重 所以就欢迎大家问问题 就各种问题都可以 好大家都没问题是吗 没问题的话 其实其实很正常 那个 不奇怪 因为荷兰人就开始狂问了 没有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 其实荷兰人都是迫不及待 他甚至在你讲的过程当中 对他们就会开始问 对对对 但是我有从头听到尾 好 那Dona 我先问个问题 然后等 因为有些同学正在打自中 其实 哦好 可以 是可以开麦克风聊了 没关系 那我就先不要问我的问题 这个 第一位同学在问说 想请问 那个Data Science 要相关科系背景才能申请吗 谢谢 不过我还是觉得针对你的部分来 你这个课程来说明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知道别的的话 再说 好 好 我针对像我课程 我不确定学校的那个 录取的那个条件有没有更严格 但至少我那一年的时候 他们是只要求说 因为他是应用 他其实更希望是你是 你早期是其他背景的 所以 所以其实像我是Healthcare的背景 所以 我跟 我不是自工的 我也不是自管的 但是他会要求你说 你以前要收获统计几学分 你要收获城市几学分 就是 他是要求课程啦 所以他不是要相关科系 但是你要证明说 你收获这些课 所以至少我们系不用 但是我知道 另外一个两年的纯Data Science 你可能 就是你可能以前 就是要有资管 或是资工的背景之类的 或是电精 就是你要有比较硬的背景 所以我们系 至少现在没有 那我觉得更保险的做法是 刚刚那个 我附的连结 你就回去看一下 它里面有很细 很细的requirement 然后我当时 我印象中 我当时也有不确定的部分吧 就直接写新文系上 系上文跟你说 可以还不可以 可是他认很直接 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你可以写信 写信给系上文 这样 好我来 我来补充一下 我趁那个Dona在看 问题之前 我来补充一下好了 那个 其实Dona念的课程呢 它只是没有要的 要求到这么硬的背景 但是他有需要一些基本的技能 所以 所以那个同学不要把它当作说 我 我就是说你 你完全是零的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去念 对对对对 这个几率是不太行的 那如果 如果有同学觉得说 我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要从跨领域的背景 去念Data Science的话 我直接这样讲 荷兰的理工大学是绝对行不通 接下来 绝大多数 刚刚Dona有提到说 很多 两年的这些 所谓研究型大学的 这些所谓的科学类的课程 那个 那个基本上也行不通 他们的要求的条件都会比较高 那所以 目前 在荷兰的话 如果说是研究型大学的话 只有大概一个学校 有可能性 就是提宝大学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是比较朝向 刚刚Dona也有提到说 要看 要看你 你产业面 跟很多其他 你在做的事情 是哪个domain 那然后 我直接这样讲好了 就是 提宝这一个 Data Science的相关课程 它是开在他们的 人 所谓的 Humanities 跟Data Science的 这个学院里面 所以说 他比较能够接纳 就是 几乎没有 Data背景的人去念 所以如果 线上的同学 有人就是一定要 研究型大学 然后又希望 跨领域的DS的话 我觉得只有这个可能性 Tilber不错 对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UU我的这个program 没有所谓的premaster 所以接受你 就是接受你 Tilber有premaster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 他觉得你 大概OK 但是他觉得 有些地方小不行 他就叫你去念premaster 念完半年之后 再接着念硕士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很好的方式 但UU就没有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不行这样子 好 那Data我们就 换到下一个问题 请问如何学荷兰文的 好 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非常懒惰 然后需要人医的人 所以我是直接去上课 我可以再分享 就是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因为我 看你喜欢怎么样 有人喜欢上线上课 有人上实体课 然后 所以就 我自己的方式是 我是去上实体课 然后 被强迫 就是被强迫 一定要讲荷兰文的地方 那我就会偷懒 因为那个学校 就全部都讲荷兰文 所以 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是 常常 就是想要有个英文脑 然后常常偷懒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去一个 可以逼你的地方 但如果你是一个 可能自律 然后 你觉得在家里 我上线上课就可以的话 那你就上线上课吧 因为线上课比较便宜 然后又方便 然后再来就是 有一些生活面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蛮幸运的啦 我有荷兰的朋友 所以我开始 打字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是几乎 就是用荷兰文了 然后 我跟你说 他们不会纠正你文法 因为他看得懂 就算你打错 他们也看得懂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 稍微有一点概念 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 你要去上课 因为他们就是看得懂 他们就觉得 小半个 少了一个的 少了一个hat 他们也不会理你 所以 但是那个是一个训练的好方式 因为你就开始想说 荷兰文要怎么打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至少乌特啦 就是 店家都蛮友善的 如果 他们要换英文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们讲说 可以麻烦你讲荷兰文吗 他们都会讲荷兰文喔 再来就是 我有时候会去那个农场 就农场那边的那个主人 就是 我去跟他们买菜 然后 因为他们是一个 算是中年 没有到老 就是中年的夫妻 然后 他们讲 就是他们讲话就比较慢 然后 他们就是很友善 所以 他们就会慢慢跟你讲 你就听得懂 所以就 就这边人 其实你还 你要找 你一定找得到 有人陪你练荷兰文 再来就小朋友啦 小朋友讲很慢 而且小朋友也没有到很晚 小朋友也是那种破碎的句子 可能那种三四岁的 你大概也听得懂 还讲什么 所以 有很多练习的方式 那学的话 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 有去上课的 然后 有上线上课的 然后 我自己觉得 我用APP是绝对学不起来 所以 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有人也是用APP学的 对 我这边 补充 Dona讲的 很详细的部分 那个 乌特勒兹大学 他们有全荷兰 最大的荷兰语教学的 这一个学校 就是这个中心 所以 我自己的荷兰文 也是去那边学的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很短的时间内 就学得很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 线上跟实体 那当然是实体的课程 老师能够提供 对 更多的练习跟纠正 所以 特别是在发音上面 没错 因为荷兰文 比较难的 就是发音嘛 对 所以 你在线上那边 自己 跟着讲 跟着练 然后或者是说 因为线上的关系 就算他 有线上的辅导 我觉得还是比不上 面对面啦 如果说 而且我 我个人认为啦 上个几个月的荷兰文 那个投资 虽然说 他是要钱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 长远来看 他是值得的 就是这样子 他很值得 我觉得是最 我目前做过 最棒的投资 是你 有 对啊 然后不仅仅是 乌特勒兹大学 他拥有 全荷兰学 荷兰文 最丰富的 教学资源之外呢 我 我跟Dona也是一样 我的 我每次上完课之后 我下课 我就是到 到这个 公车站牌 然后到火车上 找老人家 用荷兰文聊天 因为会等 会等巴士的人 几乎都是那个 很老很老的 荷兰老人 因为年轻人 他骑脚踏车 他早就跑掉了 对我们就骑脚踏车 对 所以 所以我都是找老人家聊 那老人家通常 他画夹子一打开来 他不会放过你 他就是一直缠着你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用荷兰文 聊很久 所以 再加上乌特勒兹这个城市 刚才Dona也有说 第四大城 对 那刚才Dona也有讲 就是说 没有像 那个阿姆斯特丹那边 这么冷漠 我是用冷漠两个字 所以你在乌特勒兹 你真的要用上 你的荷兰文 这个是 有机会的 那如果在阿姆斯特丹的话 阿姆斯特丹应该没人理你了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就插话插完了 那个Dona 你继续问答 好 再来就是他问说 想请问在找工作的安排上 大家多数会是在学期 最后就开始自行找工作 还是毕业后才开始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可能 比较 比较 怎么讲 就是喜欢那种 一个接着一个的人 他可能就是 可能毕业的前三个月 他就开始找了 有些人会是这样子 但 我那时候念书念的好累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毕业之后就先去玩 玩完会再找 所以 你自己看啦 就是 就你自己的状况 包含 譬如说 当然很重要是 你的钱够不够 然后 你如果有金钱的压力的话 那你的确就是要开始找 不然没有钱生活 那自己就 就稍微 安排一下 那 我目前听到的 还有我自己找工作的经验是 data相关的 平均三到六个月 顺利的话 可能就三个月左右 因为还要 他面试你看到那么多关 而且 一个礼拜就只能做一次 然后就一个礼拜就只能玩一关 所以 你这样子 耗下来 差不多三个月 你拿到合约 差不多就是三个月之后 对 所以 你差不多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希望 毕业之后就接着可以开始工作的话 那你就是毕业前三个月就开始做事情吧 就开始投啊 CV修修或什么的 对 我知道比较认真的人大概会这样做了 对 但就看看你们啦 就 到时候是不是你们念完也跟我一样累 像说先去玩一波再说 然后再来 请问当时去荷兰的时候 找房子容易吗 找房子不容易哦 这边真的是找房地域哦 没有在开玩笑的 所以强烈建议你 我当时蛮幸运的 我是有拿到 学校的住宿 就是学校有一些 合作住宿 就是你可以上网去抢 所以那个大概是四五月的时候会开放 你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大概四五月的时候 就要记得去登记 学校的那个住宿 想办法抢到那个 然后 就当然是 而且那个你就不用担心是诈骗啦 你就不用还在那边筛选 你还不用拜托 在荷兰的人去帮你看房子 因为学校住宿 就是拿到就是拿到 就那样 然后就签约 所以强烈建议你 最好的方式是想办法 就先在 学校开放住宿的时候 拿到学校住宿 真的不行 再问一下台湾人 然后再用其他的找房的方式 台湾人的群组里面 就分享很多找房方式 所以就小心诈骗啦 什么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子 我要补充 东娜跟你讲 东娜刚才有很多强烈建议 那我也要强烈建议 我强烈建议 大家千万不要选 第一个 不要选阿姆斯特丹 第二个 不要选路特丹 第三个 不要选台夫特 第四个 不要选像莱登 像这种小镇 也不要选 因为他那个腹地很小 那个也找不到 对 然后接下来 千万也不要选安和芬 通通不要选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地雷区 那各位如果能避的话 一定要尽量避免 那为什么乌特勒兹 其实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一定要 荷兰西岸 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很奇怪的一个考量 他不要到别的地方去 那如果不要到别的地方去 那个就是 东娜 在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有聊到那个荷兰北边 其实我很喜欢荷兰北边 他 我也喜欢 他还在挣扎当中 对 两个我都喜欢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乌特勒斯第四大城 可是各位要知道 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 人口都很多 突然之间到第四大的乌特勒斯 人口就急剧的变少 那不仅仅变少 乌特勒斯那个 腹地 这个城市的腹地 腹地很大 对对 那然后再加上 乌特勒斯本来就是 他虽然说人少 可是他交通很便捷 很方便 非常非常方便 他不管是巴士路线 然后他的火车路线 而且乌特勒斯还是目前全荷兰 最棒的脚踏车城市 对 没错 所以原则上在乌特勒斯住 我必须要这样 会舍不得离开 对 不仅舍不得离开 西岸城市里面 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地雷区 比较起来的话 那乌特勒斯大 不是说 找房不用花时间 而是说 这个地方的找房 如果你要去跟阿姆斯特丹比的话 他绝对容易多了 如果跟安德芬比 他也容易多 跟台富特比 他也容易多 反正跟很多 我刚才讲的那些城市比 都容易多了 就是这样 好 你请继续 对 然后再来 忘记讲 大家都没问 就是乌特的治安 算是数一数二好的 当然有几区 小雷区 几个几区 但我觉得 我自己在那边待过 我没有觉得很可怕 然后乌特的治安 算是普遍 算非常好 就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 然后再来 下一个问题 请教 申请荷兰大学 一年期硕士班 有英文能力 有哦 就是这边 因为是英文授课 一定会有要求英文能力 那你每个系不同 我记得 我那时候要求是总分 我忘记 我不是搞雅思 所以我不知道 你可以上去看 学校会写 然后托福 至少要有93还94吧 然后他可能会要求说 单科一定要多少分 那个就一定要过哦 就是你不用高态 你不用说什么 我要破百 不用做那种无聊事情 就你只要过标准就好了 你没有过的话 他不会让你进来 因为你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上课 所以你就是达到标准就好 但不用耗时间 在那边说什么 我要破百或什么 那不需要浪费钱 又浪费时间 这个部分补充一下 雅思的分数 乌特勒斯大学的规定是 雅思平均是至少6.5 听说读写 听说读写不低于6.0 就这样 好 请继续 OK 他说 请问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学费我印象中 我刚稍微瞄了一下 今年是不是涨到23000多欧了呢 所以大家就是越早来越好欧 因为他每一年都会涨 生活费 荷兰政府有要求最低的生活费 所以你可以参考那个 因为每个人的花 就是消费习惯差很多 所以至少你至少要满足 那个荷兰政府要求的 那个生活费 但是补充一下 绝对比阿姆斯特丹那种地方 便宜太多太多了 因为阿姆斯特丹那边 如果是雷同的这种房型 然后大约同等方便的地点 阿姆斯特丹那边不好意思 他那个费用的起跳 会真的会让你吓死 那个我觉得乌特勒兹 算得上是说可期待的高 阿姆斯特丹的价格 已经到了你无法想象的高 有点荒谬 对 到荒谬的程度去了 好 所以 所以这个在生活费上面 因为每一个人的旅游消费 那个奢侈行为都不一样 但是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如果是荷兰西岸的 西岸这个这些城市 就是说够大的这些城市 乌特勒兹还是生活费 最便宜的地方 这个确定了 因为他绝对没有比路德丹贵 他也没比阿姆斯特丹贵 这点已经确定了 好请继续 好 他还有小问题 说入学要求语言比较重要 语言就是一定要达到 就是你那个分数一定要考到 然后 CV也要好好写 就是他该要求的 就是 格兰任有个特性 他写什么要求什么 那个就是那样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瞎猜说什么 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意思 背后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 没有 他如果都列出来 就是他通通会 会要求这样子 所以你分数一定要过 那履历就是照他的格式写好 然后 一些推荐信 然后是动机信 他如果有要求你就要付 所以他全部都会列入考量 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下一个问题 请问当时有考虑过应用型大学吗 我有考虑啊 但是没有适合的 所以如果你有适合的 当然去啊 因为应用型大学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教法 蛮实蛮务实的 如果你接着就想去工作 你没有考量要念博士班的话 我觉得应用型大学蛮棒的 而且通常应用型大学就会在比较 比较不要那么挤的城市啊 然后你也比较可以体验更荷兰的地方 我觉得 我这边补充一下那个斗娜说的 我完全同意他讲的 我也我也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不要一直去钻那些学术 甚至是 不需要 或者是非常engineering science面的话 其实基本上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跟金钱非念理工 或者是研究型大学不可 那不过很可惜的就是说 荷兰的应用型大学 它目前开跟 data science有关的 很少 它很少 它只有 目前只有两个课程 一个 它的domain是放在 所谓的生命科学这个领域 对 那斗娜以前 它就是生命科学的领域 它偏偏不去念 好 算了 然后 我就沾到一点点边而已 好 第二个 它的domain是放在 computer vision 对 就是 就是电脑视觉 类似像做游戏啦 然后苹果那个什么 穿戴式装置啦 然后游戏的那些东西 可是 斗娜也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对啊 所以变成说 荷兰那个 那个仅有的两个硕士课程 很可惜 然后他们学费超级低的 我知道 而且他们 那个那边的房子也很便宜 有既便宜 然后学费有底 不过算了 因为那个 方向 就是domain不同 所以说 不同 对 也没办法 对 如果说在 呃 线上的同学 有人 对于走 所谓的健康啦 医药产业啦 生命科学 有兴趣 但是是在 data science 方面的话 荷兰应用型大学有 那如果想要走游戏 然后电脑视觉 穿戴装置 这些东西的话 荷兰应用型大学也有 那其他的就比较没有了 就这样 好 请继续 然后他说 找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找工作挑战不少 第一个你要先找到 你最容易过第一关的工作 就已经很头痛了 然后再来就是 比如说 有没有赞助签证啊 然后 工作内容 你有没有觉得 还OK啊 还喜欢啊 然后团队喜不喜欢啊 因为我自己也有面试过 那个团队 我非常不喜欢的 所以 工作的挑战蛮多的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所以你要耗时耗力吧 就是 就是要花时间下去做 然后你自己要调试一下心情啊 因为 后来你看到 后来你看到那个拒绝性 都会无所谓 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有的小难过吧 后来就想说 好 结案结案结案 赶快focus在 有机会上面 因为 这边 就是大家会忘记说 你其实是来到一个 非常非常 国际的城市 大家会忘记这件事情 你是在全球顶尖的城市里面 找工作 所以 你会忘记说 大家很竞争 然后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啊怎么自己这么惨 找不到工作或什么 没有 因为你在阿姆斯特丹找工作 所以 你就会有那种感觉 但你自己要明白 你的竞争者非常非常多 非欧盟的人 欧盟的人 还有各个国家的人 对 然后 再来说 为什么会从医馆 转换到DS 因为我以前在医馆的时候 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统计分析 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Data 所以 就是喜欢Data 然后他说 我有考虑过医馆相关的科系吗 如果工位 如果我在台湾的话 我会 但是如果你要来荷兰念工位的话 然后而且你以后预计在这边工作的话 我超级不推荐 为什么 因为 这边的健康领域 医疗啊 什么的 你荷兰文要非常非常流利 几乎要要求到B2C1的等级 所以你以后如果想留在这边 而且你没有要走研究圈的话 你想要在这边 我以后要进医院 我以后要进一些医疗单位 健康单位工作的话 除非 你就是要在短时间内 我觉得也是蛮挑战 就是把 而且还有那个心理准备 就是要把荷兰文一路拉到C1 会比较安全 然后不然的话 如果你当然只是觉得说 我来这边哪个学位 我就要回台湾 也可以啊 这边工位很强哦 就也是他们的概念非常非常好 但是 带得回去吗 我们的医疗系统跟台湾差很 就是荷兰的医疗系统跟台湾差非常非常多 那个对健康的观念差非常多哦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到底为什么要来这边念工位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为什么 对 所以 这个是我的想法 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也针对你刚才讲 再补充一下 好 那个 东娜刚才有讲说 要进入到荷兰的医疗体系 你的荷兰文程度 要到流利的程度 流利的意思就是说 C1是最基本的 C1是基本 那个C1台湾人基本上 要在荷兰待N年才能够到达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说 短期一两年不会到C1的 没有人到那个程度去 那然后接下来 我要补充东娜的部分是说 荷兰的医疗体系不好意思 你英文讲的好 你还要过证兆这一关哦 对对 他不是所谓的说 因为你会讲荷兰文 你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你 你就进入到他的所谓的医疗体系里面去 然后已经去接触病人了 基本上 这个是行不通的哦 我个人认为啦 那然后再加上 有一个题外话就是说 如果以前已经是念医管了 或者是以前就是有接触到一些生命科学的东西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我觉得不要再去 我觉得留学荷兰啦 针对这一类型的同学 刚刚都那已经有强烈推荐 强烈不建议了 不建议什么 因为那一类型的走法 在荷兰 百分之九 十九都会遇到 要流利荷兰文跟症状的问题 所以为了要闪避这个部分 我会建议大家 特别是这一种在想的同学 你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留学方式 意思就是说 你在台湾四年的医管 已经学够了 不要再搞了 然后到荷兰去 看看要不要说 像生命科学也有这个data science 因为有一些公司 它是在做临床的 它需要有人去弄这个data science的部分 所以说 那这个部分就不需要证照 对 比较不需要证照 然后所以一加一等于二也包含说 荷兰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 它是接受跨领域的 那我个人就是认为说 用这种方式去扩大 自己在荷兰找工作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你原来在荷兰找到公卫 在荷兰找到公卫相关工作的可能性 或许只有百分之一 如果你继续念一模一样 可是你如果不念那个 你是念别的专业 而且是有用的 容易在荷兰找到工作 那你这样的就业机会就会扩展比较大 范围就会变大 所以这个 这个是平常我都会建议的啦 那刚才Dona也强烈不建议了 她自己非常的清楚 好 对啊 因为我自己找下来 然后我看到身边的 像我之前就有认识一个朋友 然后她后来她也是念公卫 她没有念完 然后她就直接回她的国家了 所以她应该也有意识到一样的问题 好 就是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啦 如果你只是觉得 哦快乐来念荷兰一年 那喜欢的话就做吧 对啊 当然啦 如果有人就是坚持 我就是要听那百分之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的机会 对 我们也不会阻止这种人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风险 讲得非常清楚 了解风险 对 对因为毕竟 留学荷兰又不是免钱的 哦对不便宜哦 对啊 时间金钱的投资 钱就来了 对 好请继续 拿奖学金或是使用贷款念书吗 呃 我有拿到奖学金 但我家也有帮我非常非常多忙 所以 我是留学的 算舒服的 所以 奖学金的部分是 呃 学校会让你知道 就你也可以上 上去学校网 网站上看 它有两 好几种吧 有一种 有一类是那种 很顶尖 就是你在以前在 大学的时候 成绩就是极顶尖的那种 你就申请那种 然后另外一种是 嗯 你也不错 然后 只是不会有到几顶尖 然后 那个荷兰政府会给你 我就是那种 我没有到很顶尖 然后 但我还不错 所以 我拿的是荷兰政府给我的钱 所以还蛮开心的 而且他们会安排很多好玩的活动 所以 记得去申请 然后我记得申请的话 你 因为 他的申请流程是一路从10月 开到4月嘛 那 你就 你如果一定要拿奖学金的话 你基本上是要在12月之前 就要把事情做完 因为他1月 就要开始处理奖学金的事情 所以如果 这个几乎每一个国家 即使你要去美国念书 也是会有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是 你要申请奖学金 你所有的时程就是要提钱 你没有办法再 拖到最后一刻去做那些事情 你就是没有机会 所以 有奖学金可以申请 大家一定要尽量 我这边补充一下 我这边补充一下 那个Dona很幸运 他有拿到乌特勒斯大学的 这一个 5000欧元的奖学金嘛 对不对 对 蛮开心的 那 那个 大家要知道 因为 你们没有跟荷兰大学接触 所以你们不晓得 台面下的这个操作 荷兰的 的大学 举例来讲 像乌特勒斯大学 像提堡 像拉德堡的大学 像是 南亚罗德大学 这些大学因为都是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非常亲善的 所以他们都会比较乐意 给台湾学生奖学金 如果 如果各位去看其他的学校 我真的可以跟你 跟各位讲 台湾学生要拿到奖学金的几率 非常的低 所以 这个跟 每一家学校的一个 给奖学金的策略 跟他们想要切入的国家 还有就是说 哪些国家 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比较亲近 这个会多少 会有一点影响 那当然 刚才其实 前面有跟东纳有聊过 那东纳 他自己有做过 survey 荷兰的有些学校 像 像如果是 Data Science 你又是走生命科学的话 那个 汉斯给的奖学金 他 他的学费 9000多欧元 一年 然后他的奖学金 一年最高 可以给1万欧元 所以等于是 不用钱去念书 那 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 如果针对金 金钱上有考量的话 应该是去争取 像 乌特勒斯 他是乐意给台湾同学 奖学金的 或者是像 汉斯 他对台湾 学生也是非常友善 然后他的奖学金的金额 更高 然后他的学费是更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 有经济考量的同学 应该要朝这个 去思考 我特别强调 有经济考量的同学 好 那个东纳请继续 好 想请问 这个program有提供TA课吗 有 然后 就是 通常我们就是早上 就是如果是上 一整天那种课 早上就是去上课 下午就是TA课 然后你就会跟你的 小组的成员 坐在一起写作业 然后或是讨论一下 今天上课不懂的地方 然后 我自己没有遇过说 就是这边TA都蛮乐意 给帮助的 然后在同学也算 普遍算友善 所以你一定可以 找得到同学帮你 一些 一些解答一些问题 如果真的你遇到 非常非常大的困难的话 你一定要跟老师说 这边老师不太 我至少遇到老师 不太会两手一摊就不理你了 就他们会想办法 就是帮你这样子 那如果连老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你可能要找系上的advisor 就是每个系会有个 每个program 或是每一个系会有负责的advisor 你要找advisor去讨论说 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那该怎么办 这样子 我目前听到 不管是哪个系 就知道我们学校的advisor 大家评价都很高 所以其实有问题就问 然后知道 就是我记得你一进学校 学校就会给你一张纸吧 一个地图告诉你说 你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找谁 就那个东西要留好 你就知道说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要联络谁 这样子 然后他说教授给分 很迷惑 所以 这边不太会啦 这边其实 你都大概 就是他们有那个 一到十分的那个标准 你大概就知道说 大概六就是pass 然后七就是算不错 然后八真的算 已经是蛮好的 九就是你 几乎快要接近 完美的那种程度 这是他们大概的 给分标准 然后其实 我印象中 当然如果你是那种 程式嘛 一番两瞪眼 那个就没有什么 给分标准的差别 像我们之前 要写那种报告嘛 那报告的话 老师其实会给 就是你达到 什么要求 你就是拿几分 所以其实那个 是蛮公开透明的 所以你也可以问老师说 在老师如果宣布说 要招这个报告 你就当下期 就可以问老师说 那有没有这种guidline 可以让我们参考 这样子 老师通常都会蛮乐意给的 所以其实还好 这个学习上的部分 就是有问题就问 学校算是蛮公开 透明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下一个问题 除了西岸部推荐 他问我们两位 会不会推荐那个 巴克林肯那一代 瓦格林肯那一代 我自己蛮喜欢那边的 其实他不是推荐城市 我觉得同学的问题 应该是说 那个大学 我们推不推荐 对对对 因为巴克林肯跟 他的位置 跟乌特勒斯 没有什么很大的关联 我的意思是说 不同的地方 没有人会 到乌特勒斯念书 然后跑去住在巴克林肯 那个巴克林肯那边是说 有蛮多人在种 在那地方种苹果的 那地方苹果还蛮好吃的 但是重点应该不是在 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那个学校 我只能够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巴克林肯这一个学校 基本上它是农业跟食品的大学 对没错 农业跟食品 对那很多台湾的 就是所谓的台大生农学院的 或者是中心农学院毕业的同学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认为 他在台湾念完农 他到荷兰也要念这个农 可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很少人就是因为就是说 可以在荷兰的农业界 真的就是留下来的 然后再加上说 巴克林肯本身的学费 因为他一定要念两年的时间 大多数都是这样 所以学费加起来 就四万多欧元 然后再加上两年的生活费 那这个投资跟这样的投资 跟你 因为在台湾会念农学院的学生 其实是 是一个比较特殊属性的 方向的学生 他可能没有料到说 他要花那么多钱 可是之后留在荷兰 却会是这么困难 我这边已经蛮多的 这个案例已经 到最后都发现 就是说很多同学 念这么贵的这些学校 到最后他 他其实找不到工作 都回来台湾的比例还蛮高的 所以我只是说 这个不是叫做学校好不好的问题 如果有一些同学 他就是说 他以后想要变成农业博士 那真的没话说了 因为荷兰农业大学就这一家 你想要走PhD的路 当然是说 Vanning是可以考量是没有错 可是如果 想去荷兰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留在荷兰好早工作 那类似像这样的同学 可能要想一想 要不要学个什么 一加一等于二的做法 因为毕竟在荷兰有些专业 你一直钻下去 其实工作机会真的不是很多 因为你毕竟不会荷兰文 所以这个部分稍微讲一下 而且荷兰的农业要看什么样农业 有些农业它其实蛮保守的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农业 其实它都有某种程度的保守的一个状况 看一下台湾其实就知道了 好 所以不是学校不好 是跟你的这一个所谓的 留在荷兰的计划会有关联 对 没错 然后下一个问题 请问Tilber找房如何 这我不知道 那我直接回答 那主任回答 去年荷兰的媒体 它居然发表一篇统计文章 他们说全荷兰只有两个城市 房价下跌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提宝 那东南应该知道 荷兰每个城市的房价都上涨 它特别是西岸 西岸几个大城涨到不像话 然后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提宝真的好找 而且在LINE的群组里面 去年春季入学的一个台湾的同学 学校介绍了四个房东给他 他选择一个房间 他多了三间房 他还丢出来问我说 有没有别的同学要 那当然这个就是这样 如果是阿姆斯特丹的话 当然一大堆人要了 提宝真的他一个同学就丢了三个空房出来 上个礼拜有在提宝念书的台湾同学 他们又丢出空房的资讯出来 就说这边还有空房 要的人赶快去拿 所以原则上提宝的部分 我只能够这样讲 就是说他如果你觉得提宝都难找的话 那荷兰其他的这些城市 你应该都找不到了 就是这样 好 这个形容非常棒 好 那东娜继续 下一个 请问读书期间的时间规划比例 例如说小组讨论报告 个人读书 玩乐 我觉得至少研究型大学 要花蛮多时间念书的 例如说周一到周五 至少周一到周五 你至少有百分之 七十到八十的时间都会在念书 就是包含上课 小组讨论 念书 各自己读书之类的 至少要花周一到周五 那个七十到八十的时间 原因是因为这个戏 我知道其他戏也会 是会荡人的 然后所以荡人就要重来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一年内 把东西都念完的话 你就要多缴学费 所以你自己要管控好 因为那跟钱有关 就不太能随便开玩笑 除非你不在乎 你觉得那没什么 但是你如果要再重念一个block 可能要缴的钱是蛮多的 所以大概你要一到五 你大概就要花八成的时间 在做学习的事以上 那六日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然后就好好放松 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每一个block之间 你可以修一周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 每一个block都考过 那一周 你就可以去其他国家玩 我就是这样子 我每一个block就是要过 然后就尽量不要重考 然后就是你如果 fail一次 他会让你重考 除非你重考没过 你才会被倒 所以他都会给你机会 你就是要把握好那个机会 所以你还是有时间可以玩 就稍微管控一下 可能没有办法到那种 什么念书很轻松 然后一直玩的那种概念 没办法 因为研究型大学就是长这样 而且你是念一年 所有东西都压缩在一起 其实很多事情要做 但每个block之间 你还是有一周可以休息 然后加上还有圣诞节 所以其实还是有时间可以玩 然后下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想要在台湾投荷兰工作的英文标准 是雅思6.5以上吗 如果我看以职缺来看的话 他们不会在上面要求英文标准 应该是直接跟你用英文面试的 因为一定是用英文面试嘛 那应该是用英文面试的时候 发现你英文可以还是不可以 那个时候就会做判断 如果就算你雅思6.5 可是你没有办法在面试的时候 好好沟通的话 你一样会被刷掉 所以应该是你的沟通能力啦 所以职缺上不会列英文条件 那主要是在面试的时候的沟通能力 然后他说他本身是电控 应该是电子类的背景吧 如果想要在台湾直接投荷兰的工作 难易度是不是偏高 这个应该是会被偏高吧 因为他们都 因为他除非他已经有心理准备 你就是要relocate过来 不然大家都会偏好说 想要已经想要找 就是已经在这边的人 然后甚至譬如说 他就是譬如说他交通补助 有些公司比较小 他交通补助不想给那么多 他还会规定说 我就是要找方圆百里以类的人之类 真的有哦 我之前就有被拒绝过说 他说因为你住太远了 然后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难度一定会提高 除非那个公司在开 尤其应该萨公司在开职缺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想要从海外招进来 那种你就有机会 但大部分职缺应该都是偏好 已经在荷兰的人这样子 然后他说想问 荷兰的科技产业硬体跟软体 哪个比较竞争 薪水哪种比较高 因为我没有硬体的经验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然后我自己感受 好像在这边不管哪个产业 都算蛮竞争的吧 因为投履历的 就竞争者都蛮多的 然后薪水哪一个比较高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科技业在这边 薪水普遍都不会太差 对 这你可能要问一下那种业内人士 我问那种在那种 ISML工作的人 对 然后下一个 请问年龄会影响毕业后 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吗 不会哦 这边没有在管 就不会因为说 你30岁而35岁才来 然后才开始找工作 这边不太会有年龄歧视 这边在年龄上是蛮平等的 但你要考量就是 如果你是30岁以后 你要直接过来 你那个薪资要拿 如果你是要拿那个 高技术移民签的话 有那个薪资要求 那个薪资要求非常高哦 所以你要去 我觉得 比起你要考量说 会影响当地就业 年龄本身不会影响说 他们想要不想不想要害人 是年龄所造成 你要拿的那个Visa种类 而影响到他们要开给你的 那个起薪会影响 所以你要想的是这一个 所以你自己去查一下 你需要多少起薪 你才可以留在荷兰 啊不然就念个书 有个search year visa 可以开那个减薪资的那个条件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然后再下一个 春季入学会比秋季入学找房容易吗 这这个好像会好会好一点 这要看这完全要看 这完全要看哪家学校哪个城市 哦那如果是提宝的话就超级好找 不管春季秋季都好找 对啊就特别好找 如果是阿姆斯特丹的话 管你什么时间去都不好找 那基本上都是噩梦一场 就是这样 对所以好像差不多了 我自己没有感受到 有什么差别这样子 然后房子有申请房屋补助吗 我的有 但是要看房型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房型 合不合荷兰的那个法规的申请补助 基本上你就是要studio 然后有自己的门牌号码 有自己的卫浴 有自己的厨房 那一类的房型就可以 如果你是那种share house 就是你有室友那种那种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可以 但是看你拿到哪一种房型 然后再来下一个问题 Tilbert 我看一下 他说刚刚我们有提到那个Tilbert的 另外一个Data Science的学位 有他问对了 他也是one year 对不对 这个课程是one year 然后这个课程入学的条件 确实是是已经到达了适合跨领域的人去申请了 我所有的课程没有所谓的 都没有完全无标准的 那没有到这个程度 但是但是基本上这个课程已经是全荷兰研究型大学 在Data Science上面已经算得上是入学最没有那个一门槛要求的 嗯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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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讲就好了 对 然后他问说只有一年期 然后他问说相对来说 那个课业的负担会不会 比较感比较重 会啊 你念UU也是一样 因为研究型大学就是 不太会放过你 你就是该做好事情还是要做好 那一年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课会很快 你该念的东西还是要念 所以我刚刚给大家建议说 你就是一到五 你基本上会有七成的时间都在念书 就是去上课下课写作业准备考试这种生活 那六日就休息这样子 所以我猜Tilbert也是大同小异啦 不会因为他在南边日子就比较舒服吧 应该不会吧 就差不多啦 研究型大学就是这样吧 我的观察是这样啊 一年有一年的问题 两年有两年的问题 对 并不会因为说 在荷兰没有所谓说 我念两年比较容易 然后念一年比较困难 没这回事 但是如果真的要拿一年跟两年相比的话 我个人会是觉得是这样啦 一年的课程念的紧凑 但是深度没有那么深 没错 然后两年的课程念的没有那么紧凑 但是越来越难 因为后面还要做研究 对 那所以 所以各位可以去想想看 那节奏快 但是没有教到 这内容没有那么艰深 这并不代表说 它就是特别难 那到底哪一种叫做难 我觉得要看 要看大家 而且 Dona今天前面都讲得很好 你要看看你的预算啊 一年的课程跟两年的课程 差了一倍以上 那所以 我觉得这个部分要考量的 不是只有单纯的 从一个说 到底是一年比较难 还是两年比较难 这个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甚至包含了说 到底时间长一点 有没有可能说去做实习 时间短一点 那我也没办法安排什么 这个真的有点复杂 甚至包含说 有些人他进去的时候 他在学术跟工作经验 已经远超过这个课程本身的 对 的 的 的这个难度了 所以说他进去就算一年 课程很难 他还是跑去实习啊 我 我就看到有一些同学 他确实有办到 但是绝对不是因为说 有一个人他很厉害 他办到了 所以其他的徒子徒孙每一个人都都是可以这么做 那也不见得 嗯 好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讲说没有一定的答案 好 对 什么第二外语对找工作比较有帮助 呃 你如果在荷兰就是荷兰文 啊 德语区当然就是德文 那就在这边的话 我明显感受到 就 如果你要在荷兰工作 就是找荷兰文 所以 你自己想一下啦 如果你觉得 在德国机会比较多 然后 你有机会 甚至还可以去 什么奥地利 奥地利也是讲德文 你可以在那一带找工作 那就 就就学德文吧 但如果你已经很确定 你希望在荷兰 你喜欢荷兰的话 那就任命学荷兰文 不用想别的 然后再来什么 请问 商学相关背景的人 容易进到荷兰的新创公司吗 新创公司应该 呃 你看怎么样的新创公司吧 就是呃 如果是跟你学的相关的话 那应该不难 然后 新创公司 我自己感受到的是 他们比较 因为呃 就是你有一定的技能 这样就够了 就是跟那种 呃 新创公司比较 在比较松的地方 就是你的经验啦 因为是新创嘛 然后 他们就是比较愿意接纳新手 我觉得算是新手友善 然后 嗯 所以看你自己是怎么样 因为 商学相关背景 应该还是有机会进到 特定的新创公司 例如说他们需要有一些 人去帮他们做一些 business的部分的话 你还是有机会啊 对 然后再来 如果要去荷兰念大学 是否必须有 GCSA level的成绩 那个也是看学校要求吧 至少UU没有再要求 A level成绩这回事 但 应该这样讲 他是大学部 哦 学试课程 哦 那然后基本上 英国的A level是 呃 是绝对有必要的 如果是英国的话 英国的A level 是绝对有必要的 哦 所以 呃 而且 乌特勒斯那边 他并没有所谓的说 Pre-University 就是大学预课这种课程 所以 所以是没有的 我觉得真 问这个问题的同学哦 建议你 呃 真的有什么其他 想要了解的话 你可以呃 再另外找时间来问我 好 参加主任的那个三加一 还是什么 都可以啦 好 那 Dona其实讲的没错啦 就是看 看 看大家方便 好 Dona再请继续 好 那再来就是 请问学校成绩对找工作的影响大吗 普遍来说 一般来说不大 我看到有影响的是 你如果要进到那种 极顶尖的consultant顾问的话 他们会要求要看学校成绩 而且他们会要求甚至要看到 大学的成绩哦 那 但是一般我觉得80%应该没有在看吧 就是一般企业啦 80%都在管 除非是那种 我刚刚提到那种顶尖的consultant 再来就是那种 你如果要念那种 你要进那种比较研究圈的那种 有些研究公司会看 但普遍来讲不多 所以我大概觉得就 影响应该不大吧 他们比较在乎你到底会做什么事情啦 没有人去问你说 你有没有拿那个 然后你有没有拿8 你有没有拿9 这种事情 没有人在问 我印象中我面试的时候 其实蛮多公司 连我学校是哪里都没有在看 就直接问说 你会做什么 你学了什么 就是这种这种问题 所以成绩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基本上多数的公司没有影响 其实东纳 东纳完全说对了 那个我跟荷兰政府 还有荷兰的 的单位 打交到那么20几年的时间 我知道 他们其实真的不会去要你的成绩单啦 那个太离谱了 没有没有这回事啦 那个想要强调自己成绩多好的 不会加上成绩单 然后丢到丢给公司 那个太 有一点太childish 才会做那种事情 一般都是在履历表上面 最多只是注记一下说 啊我 我有拿到这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水准的毕业的这种情形 大多就是只有在 履历表上面加注而已 没有人还说 我要提交成绩单的 没有这回事啦 那公司基本上 他如果看到一个履历 成绩好 但是专业完全不对 这有什么用 嗯 哈哈哈哈 对 完全没有用啊 完全没有用啊 所以说那个东纳的 的观察跟 呃经历过的事情 跟我过去25年 对荷兰看的事情 一模一样啊 对 所以请同学不要再带 是你的经验跟你的技能 是决定你有没有办法往后面试的最大最大的 的关键 所以其实甚至跟你念什么学校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也完全同意 真的没有在问这些事情 他们荷兰人很简单 他今天如果po出一个职位 他是要他是要找这一个我们讲 Data Science的这一个专家 他要他希望在履历表上面看到的就是针对这个部分 你到底描述的的的这些事情是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要去做一个match 主要就是这样而已 对 好 那 哦还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 想想问留在荷兰工作税不很高 看你赚多少啊 就你薪资越高 那个税当然克下来就相对也高 可以存到钱吗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就也是看你的生活习惯 就克完税之后 然后扣掉一些基本生活 你如果不要过得太奢侈的话 还是有机会存到一些些钱 或许没有像其他国家可以存到这么多 但是还是可以啦 对 而且普遍在这边 普遍的荷兰工作 我觉得啦 就你拿到那个薪水 在这边 其实在大城市 我不知道在荷兰斯特大 但至少在乌特可以生活的 算蛮舒服的 我觉得 好 那个 其实 其实东南也很清楚啦 留学荷兰不是去那边赚大钱的啦 是在那边寻找 是去那边 去那个国家寻找更快乐的生活模式啦 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如果说想要赚大钱的同学 你不要再想留学荷兰这件事情了 对 荷兰不太可能让你 可以存到钱 那可以存到很多钱吗 那就不会了 所以可以存到钱 可能没有办法很多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 那个东南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你 因为我原来只有 只有跟你要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 没想到 大家很踊跃 很棒 QA的时间变成说 要解决大家的问题 所以花了不少时间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你 那个 在最近工作转换的当中 还抽空为大家做 这么大的一个贡献 那我也希望说 下一次 能够再找到你 然后再请你再多 多讲一点工作上面的事情 好不好 好 可以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保持联络 那也祝你在荷兰 荷兰国庆日 双十节快乐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保持联络了 好 谢谢各位 谢谢东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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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